新冠肺炎疫情热趋的严峻 陷阱局金城分局最近在加强巡查侠内车站 菜市场 卖场 商店等人潮容易聚集的处所 避免有没有戴口罩等等防疫破口的事情发生 意外查获一名杜姓怯通气犯 将他带回侦办 你叫什么名字 你买不乖 怎么知道 我没吃 你没吃 你买多少 三四的 什么事 有事 换年你找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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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你找你 不知道 你找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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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月30日下午1点左右 金城分局的警察在巡视行经北堤路的时候 发现有数名民众群聚 经过警方盘查 抄灯资料之后 竟然意外查获金门地检署所发布之一的杜姓怯通气犯 现场依法将这名杜贤带回侦办 因新冠疫情日期严峻 各线市确诊病例没有明显降低 本身局近期加强巡查车内车站菜市场及卖场商店等人潮聚聚处处所 那经前往盘查 抄灯资料 那意外的发现 有一名金门地检署发布的杜姓怯通气犯 那现场依法将杜贤带回侦办 并解送地检署来归案 金城分局也呼吁民众 务必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的各项防疫规定 共同维护国人的身体健康